哈喽大家好,欢迎走进王哥在越南的精彩世界 打包大队的所有成员,所有的大队长们,大家辛苦了 我们的打包行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包哥回到了农村,回到了大山深处,又去做他的慈善事业了 无论是真的慈善也好,假的慈善也罢 只要做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只要你做了,客观上就会帮助到一些人 这样的行为,老王是鼓励的 讲道理,不是不讲道理 但是,如果你依然按照大梁山的慈善套路去做的话 那我依然还要打你 大梁山,你做虚假的慈善,去骗粉丝的钱 让粉丝给你捐钱 然后你拿出一小部分去做慈善 剩下的重宝私囊 当你有一定的积累了,积累了很多钱 就到东南亚国家去泡妞 去享受生活了 你的整个套路暴露无遗 接下来你是要重新去打造自己的人设 我也希望你能成功 但是别让我知道 别让我知道又收了粉丝的钱 如果我知道了 那我还是要打你的 打包大队严正以待 绝对和你战斗到底 记住了 老包 叫你称包格吧 现在你已经弃恶重善了 还是应该叫你叫包格 你想一想 自始至终我也没有说几句老包 是不是 也就说个一两次而已 每次都很注意我自己的用词 所以说还是观察你 别让我知道你又收了粉丝的钱 不要让我知道你收了粉丝的转账 如果我知道了 我们正义的力量始终是在监督你的 既然我们国家的监管没有监管到你 那我们打包大队还在监管你 因为你有一个前客 非常恶劣的一个前客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大梁山往事 您就是大梁山虚假慈善的 实作俑者 大家不相信的可以百度一下 大梁山扶贫骗局 大梁山扶贫骗局的套路是这样的 收到了粉丝转账三千块钱 把它交到贫困户手里摆拍 拍完了之后 拿回了两千把 只给贫困户两百块钱 百度一下看看有没有 而且摆拍的房子都是那些废弃的 没有人住的房子 当地的政府已经给了那些无保护 那些低保的人家里有困难的盖了房子 然后当地的政府部门 约谈这些虚假慈善的人 让他们把视频删除 以后不要来做这些龌龊的行径了 你亲口跟我们说 大梁山就是你拍活的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你就是大梁山 慈善骗局的始作俑者 我为什么知道你骗了呢 因为你跟我们在海底捞吃饭的时候 你惠声惠色的和我们讲过 你在大梁山那些丑陋的 龌龊的 见不得光的事 所以我才会咬着你大梁山扶贫这件事情 不放 你如果没做 我也不敢说 才有法律的风险 但是海底捞吃饭 你久过三巡 你大梁山的那些内幕的交易 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你都给我们讲 你一边讲我们一边觉得三观细碎 真的 三观细碎 我不知道粉丝 是不是还有人相信你这一段 如果依然有人相信这一段的话 那就相信吧 但是如果 还是有人转钱给你的话 粉丝朋友一定要告诉我 我们要继续的 打击到底 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所有打包行动当中的证据链 这边有一个三有一个29分11秒的录音 包哥和阿印的通话记录完整版 没有经过任何的删改 但是包哥的口中说我们是伪造的 在视频里说了什么 粉丝都清楚了 还有一个是你欺骗那个粉丝来找老婆 你骗的钱 然后他的录音 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理有据的 不是跟你无理取闹的 你始终是在狡辩 在回避 这件事情 我今天给你翻一篇 先翻过去了 但是粉丝们是有记忆的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粉丝们都不傻 因为我们公布出来的证据 铁证如山 还有一个是你最严重的错误 是在越南拍了很多低俗的视频 一会儿就这样 请这个 一会儿去搂那个 一会儿就去伸贤猪爪去搂人家腰 不管多大睡手 只要是个女的你都不放过 粉丝们也是有记忆的 大家不妨把这些截图 发到我的评论区 我们不要忘记 如果没有这些截图 那些黑粉们还会黑我 说我无理取闹 但是如果这些黑粉们 看到了这些丑陋的照片 希望能够觉醒 我还是要观察你 我觉得你没有女人你拍不了 你天天拍扶贫 还是去重新的打造你的人设 你很难 真的很难 因为你做一切目的都是有目的的 你做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谁都懂 不用我说 打包大队的战友们 我们暂且把打包行动放一放 以后我可以做我自己的视频 做我自己的内容了 希望粉丝们继续支持我 当然是感谢粉丝对我的支持 还有鼓励 同时对那些黑我的 损我的 侮辱我的 谩骂我的粉丝 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感谢你们对老王的监督 以后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做好我自己 能够改变你们对我的态度 好了 你们都辛苦了 谢谢 谢谢